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叫做約拿情結 約拿情結其實是講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 看出來的 約拿其實就是一個基督教裏面的故事 那就是當他接近成功的時候 他就會很恐懼成功 就是說很多人怕失敗是不好的 有些人是害怕成功的 那馬斯洛在那本書叫做人性能達的境界裡面 就是用了這個學說 就說他覺得每一個人應該要去了解自己的心理 究竟為甚麼找到的原因 為甚麼會怕成功 那舉一個例子 在有一個女網球員 叫做日本籍的大阪籍尾 那他2018年就是在贏了世威 就是拿了美國公開賽 那贏了之後 他就不敢去 之後的比賽裡面就不敢去出席那些記者招待會 不回避不回答那些問題 跟著直情是患了恐懼症 原因就是他被一致體淡 拿不到冠軍 他去拿了 拿了之後 跟著他又不懂去面對 那這個呢 雖然是極少數 但是世界上人就是這麼複雜 有這個約拿情結的時候 是令到自己有很多恐懼 就是他未接受得到 他有這樣的條件去拿冠軍 未接受得到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去成功 那這些東西是一些心魔來的 要去擺脫這些心魔 或者是克服這些心魔 就很難的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也都要接受自己的努力 那有很多人一來已經是認了命 就覺得自己是不會成功 即是在腦裡面已經program了 我是不會得 突如其來的得 就令到他變成了恐懼症 那或者是當他接近得的時候 他就會很驚恐 根本他沒有那個心理能力 去接受那個成功 那講得好像 講出來好像很荒謬 那但是世界上就很有趣 就是人是什麼情況 什麼效應都會有 就是我沒有想過一個網球手 應該那個心理質素很高 才可以獲得 大滿冠女單的冠軍 但是原來 都是有不足的 這個就是人性奧妙的一件事 今天想講的約拿情節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